由知名製作人小島秀夫一手打奏 可以說是和他畫上了等號的潛龍電影系列 隨著潛龍電影《五幻痛》的正式推出之後 也終結了這近三十年的漫長冒險 在嚴肅主題下暗藏大量惡搞要素的潛龍電影系列 是逆蹤潛入類遊戲的始祖 不過從 2015 年初起 就一直有關於小島將離開Konami的傳聞出現 而這個傳聞也在最近小島宣布成立新工作室 Kochima Productions之後獲得了證實 因此即使Konami宣稱未來潛龍電影還是會繼續推出 但可以確定已經將不再是小島秀夫的作品了 因此今天電玩瘋就要針對潛龍電影做一次完整的回顧 為玩家們整理這一系列龐大的世界觀 與峰迴路轉的劇情發展 不曉得到底有幾位 Snake 嗎 每一代的主角又分別是誰呢 趕快來看看這次的特別企劃吧 要回顧潛龍電影就不得不提到1987年 同樣出自小島秀夫之手的燃燒坦克囉 在 MSX 架構的電腦平台上推出的燃燒坦克一代 誕生的背景是冷戰末期 人們仍然活在核戰的恐懼當中 因此遊戲的主軸就是讓玩家扮演代號為 Snake 的英雄 對抗遊戲原創的終極核戰兵器 Metal Gear 在當年的燃燒坦克中 已經可以看到不少大家耳熟能詳的要素 例如躲躲藏藏的行進方式 視野狹窄的無能小兵 以及這具代表性連監視器都可以騙過的 逆蹤神器紙箱也是從這裡就開始登場喔 同樣不可或缺的還有無線電通訊 下達命令的是特種部隊 Foxhound的指揮官Big Boss 由於先前派遣的隊員都失陷於敵方基地 Outer Heaven中 就連對上的王牌Grey Fox也失手被逮 因此只好派還是菜鳥的Sony Snake上陣 而他也發揮了超出眾人期待的神力 順利救出人質取得重要的情報 並且在各種逆境中一路過關斬將 有驚無險的成功摧毀Metal Gear 只是在遊戲後期會發現 原來Outer Heaven的幕後主使者 就是自己的上司Big Boss 雖然玩家會在逃脫即將爆炸的基地時 將他給解決掉 不過我們很快就會發現 其實他沒有死 也就此埋下了二代的伏筆 燃燒坦克的故事相當精簡 潛入式的玩法也出具雛形 但到了燃燒坦克2 各項系統更真成熟後 才算是奠定了未來潛龍點影系列的基礎 二代不僅在畫面上有大幅度的提升 遊戲內容也更加的細膩 並且加入了許多充滿創意的點子 像是踩在不同材質的地板上 會發出不同的聲響 而其中一位穿著隱形迷彩的BOSS 可以透過走路聲來判斷對方所在的區域 當然在二代裡同樣出處都藏有 令人會心一笑的惡搞設計 像是播放國歌就會讓衛兵停在原地等等 不過雖然如此 遊戲的故事還是藏著濃濃的哀愁 像是搭倒第一位BOSS黑忍者之後 會發現他竟然是前作當中 曾經協助我方的友軍 由於國際組織不顧反抗軍 以及戰爭孤兒的死活 將他們連同Alter Heaven一起烘掉 因此他才去投靠把他救出來的BOSS 而在前作中救出的博士 因為一心只想完成Metal Gear 因此被視為偏激分子而遭到排擠 也被BOSS吸收成為臥底 甚至昔日的弟兄Grey Fox也倒戈相向 駕駛新型Metal Gear 來阻撓主角Solic Snake的行動 只是在打倒他之後才發現 先前常以無限電匿名幫助主角的人就是他 而他之所以為BOSS效力 只是因為習於殺戮的他 無法回歸到正常生活 只能夠選擇不斷的戰鬥 而BOSS正打算創造一個 可以無止境戰鬥的世界 一個戰士們永遠不會被拋棄的樂土 以戰亂製造大量戰爭孤兒 將孤兒們培育成戰士 再開啟更多的戰端 成為完美的戰爭循環 只是BOSS雖然居心剖測 但最後還是被Solic Snake給打倒囉 相隔8年後 系列作的靈魂人物小島秀夫 總算在PlayStation平台上再次推出新作 並且命名為Metal Gear Solid 也就是現在大家所熟悉的潛龍碟影喔 在新平台上重新出發的潛龍碟影 也隨著潮流的眼鏡進入了3D遊戲的時代 熱愛電影的小島秀夫 終於可以盡情發揮打造出猶如電影般 深具魄力的遊戲畫面 故事方面 Solic Snake在打倒Big Boss之後 成為傳奇傭兵 並隱居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 不過他過去所待的特種部隊 Foxhout發生了叛變 受老長官之託 他也重出江湖 孤身潛入敵營執行機密任務 Foxhout 瑕持官員作為人職 並且以發射核彈要挾美國政府 要求他們交出Big Boss的遺體 想要取得這位20世紀最偉大戰士的基因 打造戰力更強大的次世代部隊 而他們用來發射核彈的秘密兵器 當然還是Metal Gear囉 系列劇情發展至此變得更加樸朔迷離 因為主角後來發現 叛亂分子的首領Liquid Snake 竟然是他的兄弟 兩人都是利用Big Boss的基因 所創造出來的複製人 Liquid Snake 不敢只繼承到負面基因而被當作廢物 想要超越老爸 實現Big Boss的夢想 Out of Heaven 來證明自己 本作還有些似曾相識的情節 例如真實身分為過去有君的忍者 不時透過無線電提供協助的神秘人物 而且很剛好的這個人就是Grey Fox 他被改造成生化忍者而復活 為了追求轟轟烈烈的戰鬥而徘徊於人世 除此之外也有驚悚懸疑的橋段 如救出來的人質突然暴斃 主角接觸到的部分人物離奇死亡 而根源就是醫療人員Naomi 在主角身上所注射的Fox Di病毒 Fox Di可以辨識特定基因 用來除掉特定目標 其中包括基因一樣的雙蛇兄弟 因為Naomi其實是Grey Fox 在戰場上所收養的異媚 兩人相依為命 為了報奪兇之仇 而在Solic Snake體內注入了病毒 最後在天才宅宅科學家Otacon的協助 以及Grey Fox捨身攻擊之下 主角成功拒止了Metal Gear Rex 而Liquid Snake也因為Fox Di的發作暴斃身亡 最後Naomi放下仇恨 利用奈米機器修改病毒 讓Solic Snake重獲新生好好活下去 解開宿命的束縛 尋找新的人生 只是故事還沒結束喔 破關後的秘密對話中揭露 原來只會嘴炮的拷問專家Ocelot 竟然是臥底 而且是奉美國總統的命令行事 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儘管因為911事件的發生 而緊急修改內容 但是於2001年推出的《潛龍迪影2》 並沒有讓玩家們等太久 這次美軍偷偷開發Metal Gear的新型機 Ray Solic Snake為了調查此事 潛入偽裝成兵船 用來偷偷運輸核戰兵器的美軍輪船上 調查之後雖然證實了美軍的陰謀 但是Metal Gear Ray卻被Ocelot給奪走 並且他還要將Ray獻給神秘的組織愛國者 就在準備登機的Ocelot 看到Solic Snake之後 他就像鬼附身一樣突然起檔 變成了Liquid Snake 原來是因為他把Liquid Snake遺體的手 移植到他的斷臂上 卻反而讓自己的軀體因而遭到佔據 被附身的Ocelot 駕駛的Ray大肆破壞 輪船也因此遭到擊沉 而Solic Snake更是隨著船隻的沉默而下落不明 所以這次的主角不是Solic Snake 而是新來的小白臉雷電 這位菜鳥的第一次任務 也有許多令玩家們似曾相識的地方喔 像是一樣要解救人質 而他一樣會暴斃身亡 還有神秘的忍者同樣會以無限電 來幫助主角等等 只是這一切都是可以安排的 因為愛國者想要藉由模擬上一代事件的情境 把炭鳥培訓成為 和Solic Snake一樣強大的英勇戰士 而在一連串艱辛的任務之後 遊戲後期可以營造出虛假的氣氛 又使主角與玩家相信整個任務 只是VR實境加上奈米機器 所建構出來的虛擬遊戲 然而培養戰士只是個幌子 整起事件其實是愛國者 試驗電腦AI的控制能力 準備將全人類都納入系統的掌控之中 在這一代中 掌控了雷電一切行動的反派首領 兼前任美國總統 Solic Snake 也就是Solic Snake的第三位複製人兄弟 他原本想要脫離愛國者的掌控 可惜愛國者奇高益著 Solic Snake反而輸給他自己培育出來的雷電 落得冰半生死的下場 神秘組織愛國者的陰謀 也就此慢慢浮出檯面 2004年推出的《潛龍點影3》 在內容與劇情上都有重大的突破 將系列作帶上了新的高峰 這一次的主角不是雷電 也不是Sony Snake 而是回過頭描述系列作的源頭 Naked Snake的故事 Naked Snake就是在這次的任務中一戰成名 取得Big Boss的稱號 掀開傳奇的一頁 這次的任務Naked Snake 要支撐深入蘇聯境內 場景有別於以往狹小的室內空間 來到更寬廣的叢林野地 連食物也要自行獵捕 是野性十足的求生戰 在如此嚴酷的環境下作戰的Naked Snake 自然也是一條硬漢 還會施展強悍的晉升搏擊術CQC 而時代背景方面 當時正值1960年代美蘇冷戰 雙方陣營頻頻在檯面下交手 美國派遣Naked Snake深入敵境 搶救在蘇聯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軍武科學家 只不過任務途中 主角發現他的恩師The Boss 竟然背叛國家帶著核彈投靠蘇聯 The Boss 為特種部隊之母 同時也是帶領盟軍取得二戰最終勝利的英雄 他的背叛重重打擊了主角 不僅引起國際糾紛 也讓任務變得更加兇險莫測 由於The Boss 帶來的核彈 在蘇聯境內爆炸 蘇聯質疑美國蓄意攻擊 美國為了撇清關係 下令Naked Snake產出The Boss 當Naked Snake親手了斷恩師之後 才得知事實的真相 原來The Boss 是奉美國政府的命令 到蘇聯奪取賢者遺產 也就是二戰期間 列強為重建世界秩序 秘密留存下來的龐大資金 可是任務卻出了意外 他帶去當伴手裡的核彈 被蘇聯軍官用於內鬥 美國政府為了切割 選擇犧牲The Boss 而The Boss 也甘願背負污名而死 暗暗引導Naked Snake完成剩下來的任務 The Boss 教導Naked Snake 一切戰鬥技能 並且要主角思考忠誠是什麼 是忠於領導人 還是忠於國家 是忠於任務 還是自己的信念呢 國家的利益 與各國之間的敵友關係 會隨著時間而變化 The Boss 的理想是化解所有衝突 讓世界合為一體 可是他迫於現實 只能期許Naked Snake 接替他繼續戰鬥下去 只是賢者遺產 最後到底去了哪兒呢 答案就是永遠的臥底 Ocelot 手上 此時還年輕的Ocelot 表面上是蘇聯軍官 實際上卻是美國派來的間諜 他將賢者遺產 交給這次行動的指揮官ZERO ZERO為了實現The Boss 的理想 便用這筆錢建立了愛國者組織 2008年推出的《潛龍點影4》 定位是系列作的完結篇 Snake 以及眾多角色的故事 都在此畫下了句點 遊戲與動漫中的英雄 似乎永遠都不老 但是成為主角之位的Sully Snake 卻因為是複製人的關係 而迅速衰老 獸命只剩下最後幾個月 不過因為世界還需要他 所以即使變成Old Snake 還是被老長官挖出來拯救世界 Big Boss 所說的戰爭循環 由戰爭經濟體系化為現實 所有軍事行為都外報給民營公司 為了持續獲利 民營公司四處煽動戰爭 而這一切都是由電腦AI系統 愛國者之槍自動管理 愛國者之槍透過奈米機器監控 每一位士兵的一舉一動 實質掌控了全世界的軍事行動 而夢後主使者 就是自我催眠的Liquid Ocelot 因此Old Snake要拖著衰老的身軀 剷除Ocelot 讓世界自愛國者之槍的掌控中解放 並且結束Snake家族悲壯的宿命螺旋 《乾隆典影》推出過不少外傳性質的作品 不過與本傳的故事卻都沒有太多的關係 只有在2010年與PSP推出的《乾隆典影》和平先驅 才真正具有成仙啟透的關鍵地位 本作的劇情是描述BigBot在三代之後的故事 由於與Zero理念不合 他離開了美國與和平米勒 一同建立無國界軍隊 收容被世界遺棄的戰士 在一次任務中 有人在中美洲聽見The Boss的聲音 於是BigBoss決定前去一看究竟 這才發現有中情局的人 偷偷開發由AI控制的核戰兵器和平先驅 他們認為人類太怯弱了 唯有AI才能夠絕對理性的判斷是否要動用核武 拓阻他國冒險開戰 進而達成恐怖平衡 而AI的開發者齊艾博士 選擇了The Boss的心智作為AI的模擬對象 同時中情局長官決定向世界 展現和平先驅發動報復性核武攻擊的能耐 BigBoss為了阻止如此瘋狂的行動 冒險侵入美軍基地 只是和平先驅實在太頑強了 怎麼打都無法制止他的行動 就在危機時刻 AI中The Boss的心智發揮作用 決定犧牲自己 自沉於海 也化解了這次的危機 而在這次任務途中 BigBoss帶回了和平先驅的開發者 Hughie 建造出Metal Gear Zeke 不過他所收留的女學生Pas 卻把Zeke給開走 因為他是Zero 所派來的臥底 儘管喜歡BigBoss 但他受局勢 鎖逼不得不行動 最後也落得遭到 急墜的下場 等待多時由小島秀夫主導的 潛龍電影系列冒險的最終結局 終於問世 接續和平先驅的故事 在潛龍電影5的序章原爆點中 BigBoss得知 Pas並沒有死 但是被關在美軍基地中 因此決定前往救人 結果費盡心血建立的基地 卻遭到突襲而毀滅 部署死傷殆盡 BigBoss本人也遭到重創而昏迷多年 五代本傳的幻痛 是在原爆點世界九年後 BigBoss的復仇戲碼 過去的基地與同袍們 雖然都不在了 但邱翰被截去的肢體一樣 依然令人隱隱作痛 因此化身為Venom Snake 在米勒與Ocelot的協助之下 重建基地 並且在遼闊的中東沙漠 與中飛叢林中尋找仇家 以建立讓戰士們能夠永遠安居樂業的天堂 Out to Heaven為目標邁進 並且由此銜接上燃燒坦克的劇情 而BigBoss的性情轉變 也在這款作品裡面獲得了合理的解答 玩過五代的玩家們可能會發現 遊戲當中明顯有著還來不及說完的故事 遺憾的是少島秀夫已經離開了Konami 所以幻痛就是他留給系列作玩家的最後一部作品 儘管如此 系列作首次嘗試的開放式世界玩法 高度的遊戲性 依然獲得了各界一致壓倒性的好評 誰都看不見 誰都看不見 縱觀《潛龍電影》一系列作品 我們可以看到因魂不散的核武威脅 反思政府 難至於跨國集團等龐大組織可能造成的危害 雖然歷代的主角好像都是正義的英雄 但是玩到最後往往會發現 主角常常只是某種陰謀下的工具 甚至在不知不覺當中變成了恐怖份子 《潛龍電影》的世界和現實一樣充滿了謊言 主角也和我們一樣 不見得都能夠掌握事實的真相 不過Snake們並不會因為擔心受人操控 而不採取行動 而是反覆思考之後 去做他們認為應該要做的事 也才譜寫下了這一系列轟轟烈烈的故事 希望經過電玩瘋這次的介紹 能夠讓玩家們對於《潛龍電影》有更清楚的認識 不過這款近30年的經典大作 還是有太多細節與關鍵劇情 需要自己實際遊玩之後才能夠領略 因此有機會的話 請玩家務必要親自去遊玩看看喔